大家都不要慌啊 段书长是奉命例行公事 来抓共产党的家属 都不要慌 来人 把他带走 来吧 段书长 你们要干什么 抓人 抓人 光天化日之下 赶到郑家来抓人 我看你们是走错门了吧 没有走错 我们要抓的人 就躲藏在郑家 段书 段书 你们为什么要抓犯 他是共党家属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 非常清楚了 凤和牛家没有任何关系 他现在是我的人 那如果他是共党家属的话 那我就是共党了 郑少爷 你上次骗了我 那笔账 我随后跟你算 我骗你什么了 上次那两个老东西不是凤的爹娘 是牛的爹娘 他们已经畏罪潜逃了 谁畏罪潜逃你抓谁去 你别抓不着牛就抓木装子吧 我为难你 也请你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她是我的女人 是我郑天锋的女人 她是共党成牛的家属 怀着共匪的孩子 爹 您都看到了吧 她不光是来抓红金家属的 还是来抓您孙子的 孙子 什么孙子 凤儿怀的是我的孩子 铁锋 你胡说什么呀 郑少爷 这种瞒天过海的法子 用过一次就够了 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爹 谁要是敢杀了我儿子 我就杀了你儿子 芳儿 推我回望凤阁 管家 管家 老爷 给段书长和警察弟兄们 拿上一千块现大洋 叫他们去弄点酒喝 快去吧 撤 行了 你们也散吧 大洋 大洋 芳儿对不起啊 今天就让你丢脸了 我不能看着她把你带走 你现在是一种身孕的人 生气了吧 应该的 你胳膊我也会生气 但是咱们现在得务实啊 我还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是顾及自己的脸面 二是 要保全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谢谢大少爷 谢我 谢我 谢我干什么 我的脸面已经掉在地上了 再踩几脚也死不了人 只要孩子在就啥都有了 我是真的羡慕牛啊 他哪修来的这么好的夫妻 夫人你放心 只要我郑天锋在 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更不会让你肚子里的孩子受一句 大少爷 我该去干活了 诶 凤 你现在身子有孕 那些脏活累活了 就让别人去干吧 既然是演戏嘛 就要演得真 你说呢 大少爷 老爷有勤 天花 你还想怎么折腾 你还想不想我们郑家在马安县立足 你还想不想让我这个当地的怎么游脸出门见人 爹 您还真生气啊 您很快就能抱孙子了 应该高兴才对啊 高兴 我太高兴了 你把我们郑家几辈人的脸都丢尽了我们不高兴 咱不能拿别人的香火哄自己的祖宗啊 娘 这孩子是我的 是咱们郑家的血脉 是您们的孙子 这不是家手 这是天大的喜事 你 你 管家 你去把凤儿叫来 咱们三朝对面的把事情说清楚 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喜乐糊涂的就过去了 知道了 站住 爹 凤儿的脸是蝉丝背 不是城墙朵子 这种话他怎么能说出口 有脸做就有脸说 爹 他不否认不就等于承认了吗 还怎么样 爹娘您二老就别生气了好吗 管家 就按我说的做 大宴三天把该请的个人全都请来 老爷 爹 您是不是让我亲自去一家一家请啊 听大少爷的 晚宴三天 知道了 老爷 老爷 还背什么咽呢 别怪我叫老爷 又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他才是老爷 他是我爹呀 狐狸精 我给你听了 淳于 你放开我 我要杀了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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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要杀谁 是沙发 还是杀我挣天风的孩子 大小爷 村爷爷是说气话呢 他连个鸡都不敢杀 他哪敢杀人呢 凤儿 没事吧 太不像话了 来 把他给我叼下来 大小爷 他年轻不懂事 你就高抬贵手 饶他一次吧 管家 你在正家连头也不短了 你不知道正家的规矩吗 是的 听大小爷的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 掉 等一等 大小爷 春雨他不是故意的 不是 是我自己撞到的 和他没有关系 诶 风啊 刚才他说的话 你可都听见了 大小爷就饶了他吧 管家说得对 春雨 他连杀鸡都不敢 怎么敢杀人呢 春雨 你能不能不做惹我不高兴的事 大小爷 连缝儿都说了 是他自己摔倒的 又不是我 你还在装傻 我再问你 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是 是老夫人让我进城去请佛刊的 请佛刊请到警察署去了 大小爷 我 我 你昨天进了烫城 今天警察署就来抓人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这纯属巧合 大少爷 您今天就是杀了春雨 春雨也要斗胆说一句 佛刊是个贱女人 他辜负了大少爷 背叛了大少爷 他就该死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大少爷 我是为大少爷主持公道 更是为大少爷名冤叫屈 佛刊怎么样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多岁 我管现实 以后你不要再说让我堵心的事了 好不好 大叔 我的孩子没事吧 你好运气 这孩子没事 谢谢大夫 不过 以后这种磕磕绊绊的事情 不能再发生了 好 我送送你 麻烦你再给开一份药吧 这孩子挺结实的 不用保胎 不是保胎 是打胎 打胎 娘 你疯了吧 不是娘疯了 是你疯了 我还要说多少回你才信呢 这孩子不是大少爷的 是我和牛的 这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这孩子就是正家大少爷的 娘 你是信我还是信他们 傻贵女啊 傻贵女啊 不管这孩子是谁的 你都不能再留了 你要是把他生下来 你往后就真没法做人了 孩子是我的 我说了算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 这孩子是我的 那我真的想要 我还要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我还要 哇的呀 风啊 你现在在县民们的眼里 已经不是人了 是魔鬼 是晦气 是妖魔呀 这些 都是他们来驱鬼辟邪的 哎呀 风啊 他们惹不起郑家 就拿你 风 你就听娘一句话 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 你都不能再留了 好不 风 听见没孩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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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啥去啊 你别管我 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风 你给我站住啊 你老天哪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啊 这儿 你怎么不艾伯 你怎么能离开 人都能离开 这是珍珠 帅 然后你 信心 秦威 你真是 你 我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丢了 丢了婆家的脸 败了娘家的姓 我现在就是一个扫把姓 芳儿 听话跟我回去 现在最好的地方就是郑家 郑家是你的安身之处啊 我真的不想回郑家 求你不要逼我 大三爷 怎么办 跟着他 来 你又想问什么 我是鬼还是怪 当鬼是鬼 当怪是怪 只要有你自己咯 孩子是牛的 不是郑家大少爷的 心无尘 走眼无尘哪 我不想打胎 打胎就是杀人 我更不能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老道的事 道长能指点迷津 乐是自己做的 不需要别人指点 像你这样的姑娘 到郑家去退婚 占了三天三夜 有谁指点你啊 迷惊是人制造的 还得人去破呀 我明白了 谢谢道长 人说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有的时候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不怕 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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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妖孽 就在她拒绝打胎 离家出走的当天晚上 爹娘因为没有脸 在剑板子里的乡林 黯然离开了前篮子 被婆家一封修书 驱逐出门的芬儿 再一次遭到了 来自亲人的沉重打击 开始了她一生中 最艰难的生活 让芬儿还有一丝 欣慰的是孩子 毕竟保住了 孩子是希望 牛是叛徒 她坚信牛一定会回来 更坚信牛会相信 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只要牛信她 旁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母亲 母亲 哼 res 救命 救命 1928年 为了配合南场起义和秋树起义 大别山的工农武装 打响了第一次 国人合作破裂后的第一枪 经过惨烈的战斗力 攻破了马鞍县长 台长 仗不能这么打呀 他死来死去死去都是自己人 他娘的敌人火力好 咱们都是足音强打到战 这不靠近也没法打啊 你打过练吗 没有 怎么了 真正的好练手讲究都是杀了畜生 还不能让畜生咬杀了 傻啰嗦 有什么办法跟我说 这帮下眼狗熊是故头不够定 你给我一个外 我绕他屁股后面捉他屁股 早点把这帮杂子收拾我好 早点回家看媳妇 你只有路线 废话我就是从这儿出不去的 行 一半给你指挥 注意安全 上过来 有 带着一半给我走 一半给我走 这两个过后补位 作业务 说好了 打完这一仗 你就说我回家看媳妇 别跟女先生一样 说话不算话 把这儿给我打好了去 赶快 来 看啥呢 冲了 自死看看的是啥 你不想 老子不想死呢 走 天上黑的地板子啥没打过 你们愣着干啥的 日特毕业过去 去 快 兄弟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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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都快点 哪里点 啊 小心点啊 东西 快快快 哪里点 当心啊 当心啊 老爷 夫人 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 你们赶紧走吧 哎 大少爷呢 还在帮风格呢 啊 赶紧让他走 哎 好嘞 老爷你们赶紧走 快点 多快点啊 快点快点快点 走 大少爷 大少爷 该走了 红党已经攻占了整个麻岸县城 再不走来不及了 他们 谁啊 还能有谁 大少爷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交给我了 多云人 还能被我 还要 大少爷 但我找到你 什么样子 够了 上来 下来 我 你 不关 他不在乎 别吓得疯 带凤姑娘走 我来带我走 我来带你 你带你走 带你走 我来带你走 我走 我靠你了 很多人 看你带你去带你带你带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先别着急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 秀才 团长 他不急才怪你 这几天小媳妇啊 急得真尿床 我去你的 你才尿床呢 你是尿了吗 他就是尿的少点 你肯定都在说 再给我拼了你信不信 马尔金 有这事啊 可能吧 妙儿 尿床 你也是为革命尿床 不丢人 不过啊 这次暂时还真的不能拿你回紫云香 秀才 不 团长 他都已经 妙儿 你先别着急 先回旺梯镇去看看你父母 他们也在为你着急呢 快去吧 你 别急了 这档打了错啊 你们说啥 你们把缝消了 妙儿啊 你个傻小子 你是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喽 凤干的那些个事 你也不能跟她再过了 她都做啥事了啊 我都听人家大小姐说了 她是为了保护你们 才去郑家当那使坏丫头 是 大小姐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可是 她在进郑家做死活丫头之前 已经和大少爷不亲不处了 乡亲们都知道 我不信 她和大少爷勾勾扯扯的 谁不知道 娘 芬儿是个啥样的人 我逼你们清楚 她要是真和郑天峰不亲不处的话 她会去郑家退亲吗 退亲的时候你们可都看见了 站了三天三夜腿都没打弯 我看根本就不是缝不好 是你们 你要干啥去 你们把我也修了吗 你给我站住 娘 娘 这个混小子 你 那天 牛没有按照规定返回部队 她在忘记镇和糊涂的爹娘 大吵了一通以后 不顾一切地回到了紫云乡 去找思念已久的份 我妈说 那时候她是一根筋 她宁可不相信整个世界 也绝不会不相信份 她宁可不要整个世界 也绝不会不要份 开门 你找谁呀 找我媳妇 你是谁呀 红军 诶 诶长官 郑老爷前一天就走了 我是看院子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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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呢 你师父 你师父是谁呀 诶 诶 诶 那时候呢 哦 你说大少奶奶呀 她前天就走了 和大少爷坐雨远车走的 闭嘴 你说谁是大少奶奶 说谁是大少奶奶 诶 诶 你 你不是他家姑爷吗 他们家里头人呢 我媳妇呢 福尔跟郑家走了 他们家都走了 走了 他们都跟着郑家走的 福尔跟着郑家走的 他父母在这之前就走了 他们为啥走的 家门不信啊 生了那么一个扫把心女儿 他们还有脸在板子里待着吗 就算饿不死 冻不死 一人一口吐沫也会把她淹死 你说谁呢 你说谁是扫把家 牛 我知道你对你媳妇好 当年你娶她的时候 我还帮你抬过巴胎大叫呢 你真是不知道她 她做那些事 她做啥事了 她和郑家大少爷 狗狗哒哒 民铺业盖 连 连孩子都怀上了 你娘子敢召唬我的父 哎 没有谁要召见她 是她自己要召见她自己 她和郑家大少爷的事 子营强的人谁不知道啊 告诉我 郑家去哪儿呢 上 老板 看不看见一个瘸子带着你又走了 刚才好像往前面路口左掌走掉了 哪儿 前面路口左掌走掉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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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妈说 已经疯狂到不能自治的妞 抢了一匹当地老乡的马 一路狂奔 整整追赶了两天两夜 把马抛死了 也没有追上 郑家逃亡的队伍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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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然不死心 又徒步追赶了一天一夜 直到精疲力竭 晕倒在路上 如果不是被洪四方连军的兄弟固队发现 把他从燕王爷的鼻子底下抢救回来 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将军了 把他继续抢救回来 洪志 洪志 你这个来 我那马 你们得还我马 大爷 什么事啊 成牛二抢了我的马 他说他是红军 你那红军得还我马 成牛 他什么我的马也抢丢了 许许 怎么了 就老乡说牛借了他的马 说是红军借用的 要咱们红军还 大爷 你确定是成牛二 抢了你的马吗 大伙都看见的 成江湾谁不认识那成牛 而不牛魔王啊 嗯 这样吧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然后尽快给你一个答复 你敢行吗 不行 我不要答复 我要我的马 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 我急想他大半辈子 才买上那么一匹马的 好吧 那我就先还你一匹马 行员 把马倾过来 团长这个 大爷 我这可是比好马呀 就先还给你了 嗯 给我啦 给你了 那我牵走咯 牵走吧 嘿嘿嘿嘿 那我牵走咯 那我真牵走咯 那我真牵走咯 走咯 停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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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安住 你去哪儿了 啊 你为什么不按时归队 你为什么不犯纪律 前老百姓的马 哎 我问你呢 你去哪儿了 啊 你说话呀 你跟娘子还有完美吗 老子去杀人了 去放火了 咋样 你说咋样 别围了别围了 你先走 老子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有什么 你她娘子再给我说一遍 再说八遍我也不怕 老子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童童 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哎 你干什么 我找人 你找谁 我要你一个狗熊馆 你不说清楚 就是不能进去 让开啊 老子是她娘打猎的 谁要敢拦着我 我就猎了谁 哎 你还成熙 你哪部分呢 哪个部分都不是 成家婉打猎的 别再跟我爽后子了 站长 坐 哎呀 这不是咱枪马的英雄回来了吗 谁说我枪马 我那是贱马 人家答应就是借 人家不答应他就去抢 你这身军装穿多久了 穿烦了 你脱走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秀才 咱俩现在已经没瓜葛了 我这趟来不是找你的 我找郑家大小姐 女儿 有什么话 不能跟我说吗 不能 郑雨萱同志不在 她刚刚去增加债了 女儿 女儿同志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你前老板的东西就是不能允许 另外就是 卫生队的人手之后 你们准备了 做了一个几张照片 好 行了 几张照片 娘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还以为你当逃兵了呢 哈 老子站着七尺 躺着也七尺 我当个狗熊逃兵啊 我正忙着呢 回头再聊吧 你等等 有事啊 我有话问你 等我忙完再说吧 好啊 我等着 大小姐 我不是说了吗 别叫我大小姐 咱们现在是同志 咱俩现在不是同志了 你救过我成牛的命 这份情我记住 这个人情债我也会完了 对不对 又犯了黄厉 我救你是应该的 不用你报答 咱俩以后谁也不欠什么 对不对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为啥骗我 我又跟你什么了 你答应带放到七里屏来找我 你说话是放屁啊 这件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 不是因为你 你还说过 凤儿去你们家当使唤丫头 是迫不得已 是照顾我爹娘 是不是 凤儿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呢 凤儿走了 跟着你们正家走的 跟着你那个方不得哥哥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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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